印度尼西亚总统左柯透露 他希望今年底和我国总理李显龙在印尼明丹岛会面 讨论有关开通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计划 预料明丹岛和雅加达将率先启动 印尼总统左柯接受亚洲新闻台专访时说 新印两国领导人每年都会进行会晤 但受关闭疫情的影响 今年的会面日期预计落在年底 地点很有可能会在明丹岛 以讨论开通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计划 但落实初期不会涉及所有地方 可能会先从新加坡和明丹岛 巴黎岛和雅加达开始 他说两国经贸往来平密 逐步开放边境对经贸和投资领域至关重要 新印边境已关闭将近20个月 随着两国领袖有意探讨重开边境 提供往来两地渡轮服务的业者表示 他们已经准备好重新抒发 我国和印尼人民往来平密 疫情前 每小时有15趟渡轮班次前往印尼 每天的搭客人次约2万人